觀眾朋友們 這次生活萬事通 帶大家來到了澎湖 我們位於馬公市區這裡 聽說這是要造訪的民宿老闆 是個年輕人創業 好特別喔 而且他的房間 整個都是海景民宿 你們準備好了嗎 今天啦啦要帶著大家 去沙灘奔跑玩水囉 GO 這間民宿外觀簡約 黑灰磚頭拼貼相當有層次 戶外木頭桌椅還有小壩台 走進一樓大廳 圓木色細碧貼 搭配米白色的沙發椅 及黑色鋼琴烤漆桌 典雅中帶點時尚 其實我們樂趣海景民宿 當初我會踏進這個行業 算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那原本我是在台北工作 然後因為我覺得那邊的步調太快 但我還是喜歡澎湖 所以我回來澎湖 那在一個朋友介紹的情況下 進入了這個行業 所以起步的時候很辛苦 我們今年做第三年 那我覺得在我背後最大的工程 就是我女朋友 在很多東西上都是她給我吃點 我們是想要給客人一個 像住在家裡面 溫馨舒適的感覺 主要還是以海景的視野為主 美麗又自然的海景 就是我們最棒最美的裝潢 夕陽啊或者是一些看山 還是看島什麼的 在我們的海景下其實都很漂亮 民宿主人小蔣和女友 一同經營民宿 憑著一股創業的熱情 從門外旱到熟悉民宿經營 一點一滴的累積 設計和裝潢都親自參與 堅持給客人最好的服務 那來住的旅客是不是也有提供 他們什麼樣的貼心服務 我們這個區海景民宿的話 我們有提供機場或者是碼頭的接送 另外也會提供給一些客人 他們如果想要行程的解說導覽 或者是想要我們介紹一些景點 給他們去玩 去走 我們都可以導覽他們 通常如果他們是第一次來到澎湖的話 我都會跟他們說 大多數是三天兩夜 那我會跟他們說 你們可以一天去吉貝玩水 那一天可以去七美島 因為那邊我們澎湖 有我們的雙心石戶 是 那第三天的話 可以就是到快爾大橋 在亞瑟系的四人房 相當溫馨舒適 希望給旅客溫暖的感覺 另一間牆上貼著可愛閉貼房間 更是相當受到小朋友喜愛 這間民宿最有特色的 就是海景房囉 旅客在戶外陽台能直接看到大海 超級放鬆 小長 你看我們這間房間啊 視野好遼闊喔 這間房間怎麼這麼浪漫啊 這間是我們樂區海景民宿的海景四人房 那當然有說到海景 就是可以看海景的部分 那房間的部分的話 我們並沒有用很強烈的色彩 來襯托出它的風格 反而是用一些比較簡單的樹枝啊 還是一些貝殼的小飾品 來營造一個舒適溫馨的感覺 這個沙發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沙發床 它可以打開來變成一張雙人 標準的雙人床 對 主要還是給一些客人 他們如果超過四個人 住到五個人或六個人的話 可能就是滿足他們的需求下去客製化 房間的部分我們當然是 給客人越多越好的東西越好 像看我們的綠地 還是我們前面有一個小山丘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乘坐出海景的美 這間是我們樂區海景民宿的海景四人房 好美 那這間的風格的話 會是一些小女生比較喜歡的裝潢和設計 有點類似像是在城堡起床之後 然後又可以馬上看到我們的海景 那海景的部分的話 對面那個島嶼是我們快爾大橋 所連接的島嶼 到了晚上 對面的快爾大橋會亮一排的燈 看過去的話就是整排的全部都是霓虹燈 澎湖的海真的很美 如果在民宿看得不過癮 還可以到相當火紅的景點 魁壁山 邊欣賞漲退潮美景 邊踏浪觀賞潮間帶 相當愜意 或是到民宿附近 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廟宇天后宮 拜拜媽祖 吃著澎湖特有的仙人掌兵 體驗夏日風情 再到外婆的澎湖灣逛逛 風景秀麗的觀音亭走走 最後以彩虹橋的夜景 為一天的行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來到澎湖 就是要來住海景民宿啊 觀眾朋友們 在這個大園中 我們剛剛玩了好多海邊的景點喔 陽光 沙灘 還有比基尼 更有很好吃的仙人掌兵喔 當然一定要來這裡呀 趕快來 趕快來 拜拜